步上我們紅潭的是酷娃娃 以及達虎生火把節目製作團隊 第五十七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二十一號在國父紀念館 舉行節目類頒獎典禮 而由袁王惠製播的節目 酷娃娃 達虎生火把 以及卡古蛋時光機 更站穩兒童及少年節目的獎項 共入圍三項提名 得獎的是 剛才難開了 先開 這個是卡古蛋 以疫情下的我們將生活為主題 卡古蛋時光機透過孩子及家屬 長進的視角 打破疫情下節目製作的限制 更捨棄主持人一職 獲得少年節目獎 不止第五度入圍金鐘 更是連續兩年獲得金鐘獎殊榮 我相信我們有的是實力 我相信我們有的是題材 這些題材都來自我們祖先 所留下來的這些傳統智慧 我覺得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根本 善用於我們的所處的環境 我們的文化的這樣一個深耕的知識 可以展現在任何一個環境下都可以做出很強大的一個 好幼稚節目 讓部落的聲音 部落的生活呈現在電視跟廣播上面 原文會我們在各個電視台算是資源預算最少 但是我們的故事有無限的力量 我相信這個是台灣最需要的 而且是對台灣最有幫助的 然而不止由原文會製播的節目在金鐘獎上展露頭角 與原名相關的節目題材及個人獎項更是大放一彩 第五十七屆電視金鐘獎一般節目類節目創新獎得獎的是 公視主題之夜秀 你的島嶼我的家 我們有兩個得主 在節目創新獎出現兩大贏家 其中有阿美族歌手阿洛經營的製作公司 製作的節目你的島嶼我的家是跨越海峽的隔閡 與紐西蘭毛利族人以音樂創作為媒介 進行文化交流及探尋自我 拿下一班節目類節目創新獎 另外由國家地理頻道攜手原明會製播的節目南島起源 更抱回人文計時節目獎 自然科學及人文計時節目主持人獎 以及一般節目類剪輯獎等三大獎項 更令人感動的是泰雅族人露露黃露子英 今年是第八次入圍金鐘獎 終於以節目《婚禮歌手》與黃紫焦一同抱回綜藝主持人獎 在族人及各界的努力下 今年金鐘獎圓民能量滿滿 證明圓民文化軟實力堅韧不摧 也期待22號的電視金鐘獎 戲劇類頒獎典禮又會獎落誰家 原期新聞怎麼大事不老路樣台北市採訪報導